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特地出面 爆料郭台铭曾经挂保证 不会硬跟侯友一争 3月12号那天 郭董跟我约了见面吃饭 如果是侯市长赢 他来列不分区 争取当立法院长 称为叫Plan B 黄建廷的故事版本有人是实地物 但郭伴驳说3月12号的会面 并非郭台铭主动 至于国民党只有38席 怎么可能要当院长 炮轰朱立伦正招黑箱 再批黄建廷扭曲抹黑 政治操作 相信郭董他还是会信守承诺 因为保送赖清德 绝对不会是他的选择 黄建廷出马 抛出立法院长条件说 打击郭台铭诚信力保侯友一 两遭看起来已经撕破脸 郭台铭酿独立参选动作多 连三场开奖 7月21号最终场 采侯市长地盘三重 挺郭派中常委10号 也在屏东议长周点论的邀请下 召开会议 过程的黑箱作业我不甚满意 观察一个半月多了 我们要跟他们一些 有志之士大言商 中常会要怎么做 我们民调第一名是事实 你住立委你以前 换过换过洪秀柱啊 你现在怎么在骂 我们要换猴不行 传出有兰营中常委 将在7月19号 中常会上联署提案换猴 还有党代表不排除 在23号全代会 要求暂停提名侯友一 开出换猴第一强的郑立文 直指洪秀柱是当初 正式提名后惨遭撤换 但侯友一根本还没被提名 侯市长也可以参加初选 证明自己才是 国民党内最强的母鸡 全代会前 来营内部歌喉战 烽火四起 郭台铭备好粮草 等候取而代之 接下来的半个月将是关键